而今天的頭條新聞是跟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的副手有關 雖然還沒有正式公佈人選 但是可能的角逐者確定少了一個 現任的副總統蕭萬長在傍晚開記者會 宣布他不會繼續參選 而政壇預料在蕭萬長退出之後 馬英九總統跟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馬吳沛 幾乎已成定局 總統府傍晚臨時舉辦記者會 蕭萬長副總統正式宣布 為了信守只負責一任的承諾 將不會和馬總統搭配參選二零一二 儘管是做出重大宣誓 微笑老蕭臉上還是掛著招牌的微笑表情 蕭萬長說除了遵守承諾 更是基於世代交替 希望馬總統副手能為國家帶來政治的穩定 而幾乎在肖副總統宣布的同一時間 馬總統也立即回應表達對肖副總統的萬般不捨 但最後人決定尊重他的意願 所以最後呢 我當然也願意來尊重他的意願 肖副總統突然在五月的最後一天宣布不再參選 也給了馬總統選擇副手更大的空間 至於未來副手是誰 在蕭萬長確定出局之後 也給了外界馬無配成局的聯想 不過馬總統仍強調 人選會在六月二十五號 國民黨權貸會之前定案 記者林玉璇 陳信龍 蔣龍翔 台北報導